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匯率協議押後關稅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恒新指數表現 全日恒指大幅反彈了68點 收報26,308點 成交亦都大幅增加到986億 近千億成交 今日大市大幅反彈兼大成交 當然是一個利好的現象 而這個利好的現象 就是因為昨晚收市之後 昨晚之後 我們講完視頻之後 又陸陸陸陸傳出一些利好中美貿談的消息 特別是昨晚晚上的時候 那時候刺激到美股也再上升了 那是什麼呢? 就是中美之間很有機會 達成一個貨幣匯率協議 這個協議其實在五月的時候 中美雙方已經達成了 那當時呢 其實中美還欠百分之十左右的問題 大家答不成 結果呢 就翻了桌 大家談不成 但是現在呢 拖到現在拖了幾個月 四五個月的時間之後 現在美國就說 拿回這個出來 有機會在這個部分先行達成協議 這樣的話呢 就是一個臨時協議也好 部分協議也好 什麼名稱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是否會將10月15日 即是下個星期實施的增加關稅這件事情 押後甚至取消 如果是呢 那這個部分協議也好 或者貨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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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達到這個功效了 但是如果簽了什麼都好 繼續加關稅的話 就沒有效的 就是美國沒有讓步 所以呢 最重要是看一下這件事情 那什麼時候知道會有什麼結果呢 就要看星期五今晚凌晨 即是星期六凌晨的 2點45分 現在就說到說 特朗普會回見留學 到時看看雙方是否會簽到一些 或者有什麼公佈 如果中美達成一些聯合公佈的話 當然是好 下個星期 有得港股也有機會再上 好了 除了這個匯率協議之外 中方也在其他方面都示好的 包括是什麼 就是願意再增購農產品 現在盛傳 會再買多一千萬噸的大豆 也有機會 就是會買多些豬肉 因為內地都不夠 好了 這些現在傳出來 就刺激了港股今天高開高走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好了 好了 恆子今天 裂口上升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已經接近兩萬六 開步二五九八六 一路然後扯上去 最高的時候 升到二六三五九三 就是比收市位再多八十幾點 五市之後 大部分時間都在高位那裡徘徊 一升就升穿了短期的下降軌 昨天跟大家說到 如果它升穿了10月3日 最高位二六一九二 即是二萬六千二之上 收在之上 就會轉為黃燈 今天收回之上 短線就轉為黃燈 甚至乎 如果真的出現利好的消息 達成了這個協議 而美國押後或者取消 10月15日的關稅 有機會出現相抵反彈 因爲今天似的 就是有些Wish On 即是投資者重新再看 好的市 樂觀的情緒出現了 細節的東西 等一會再有時間再講 我們看看其他的圖 國企指數的情況 亦都是類似是這樣的 就是說 亦都出現了一個高低腳的情況 今日列口高開 大家知道國企指數 其實最近一直都是比恆生指數強 因為恆子受到本地股影響 拖了下去 國企指數沒有 所以今天彈得比較漂亮 一開波的時候 已經是10,332點 這個位已經高於10月8日 即近期密集區的頂部 跟相差不好幾 103 一開波就已經衝上去了 你看到現在國企指數 可能中資股如果反彈的話 可能升幅會大些 內地股市 上正指數 今天的升幅 雖然沒有港股那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連續彈了幾天 其實這個已經是3.8 沒有市出現了 也都突破了下降軌 上正指數 有機會再重新挑戰 再試一次3050區 7月2日高位 記住3048.48 你當它是3050區 升了上去的話 就真的相抵就可以了 深淨成分股指數 其實昨天已經說 重上項線之上 今天也站在項線之上 因為昨天升得比較多 所以今天又升得沒有那麼多 總之就是 其實它已經是 A股已經是連續幾天反彈 國企指數 也都是一直都偏強 就是中資那邊是偏強的 那麼 恆指是因為受到本地因素影響 所以拖下去 今天又追回一些上來 但是它都還是落後於這個 A股和H股的 後市的話 如果真的好消息 還要看香港本地因素配合 它才會好的 說到匯率協議 大家也馬上想起 1985年 美國和西德 日本在美國 有一個廣場協議 簽了一個廣場協議之後 日元有秩序上升 所謂有秩序上升 一路上升 資金一路流入去日本 令到日本的股市 其實在簽了85年廣場協議之後 一直升 升到89年 89年 日經指數是39,000多點 說真的 現在的指數是200,000點以上 是當年的一半 1989年的時候 到現在是2019年 你數一下手指 是30年 指數其實是當年高峰的一半 89年近4萬點 39,000點的時候 接著 股市爆煲下去 但是日元還未升 日元要升到1995年 升到升穿80 79點多 才是見頂的 當年看著它見頂 日本那時候叫救命 因為日英強到這樣 即是那些 當時日本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 他們的生產基地 即是當時中國不是世界工廠 日本才是世界工廠 但是它多有效率都好 他們的生產力多強勁 都追不到日元的升幅 搞到它的產品很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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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出口就很有影響 結果就沒有辦法 因為日元太強之後 很多產業一定都要走出去 結果有部份去了中國 有部份去了東南亞地區 結果日本的產業就逃空了 即是產業空洞化了 空洞化之後 它的經濟更加進一步受到影響 第一就是因為之前有一個泡沫化 股市去到39,000點的時候很高很高 樓價泡沫化 樓價要供三代 但是產業就因為日元升值 升得很厲害 結果就走出去 所以日本的經濟搞了二、三十年 都是一般的 不是很好 可以說是一次死水 直到安倍說三支錢 靠印銀紙 現在才叫勉強頂得住 是頂得住 就不是真的好 因為它都是靠印銀紙 好了 中國如果又在一個匯率協議 從長遠來看 其實對中國的影響都可以很深遠 當然我們現在不知道 匯率協議的細緻條文 是不是就會說人民幣只准升 不准跌 或者一跌就會被美國進行干預 或者美國就會指責 現在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其實短線就有利中資股 因為資金就會流去中國裏面 特別買中資股 因為人民幣會不斷升 但是長線就小心會有泡沫經濟 和爆煲的風險 但是中國其實都吸取了這個經驗 看過日本的 會不會這麼蠢呢 就是說就算簽這個匯率協議 是不是就是會被美國掀制住 現在都仍然很大問號 我就覺得沒有理由這麼蠢 再重複一次 不會的 當然西德都是這樣 就是馬克 德國馬克 就很強很強 之後 他的化解手段 就是成立了一個歐元 那個廣場協議 你和馬克簽 我現在成立了歐元這麼多個國家 那就沒事了 抵消了 所以德國那邊 特別是西德那邊 還是西德 那時候還未東西德合併 那邊就沒有了這件事 但是日本那裡還有 這次輪到中國 中國又會怎樣去應對這個匯率協議 就是長遠大家要關心這件事情 短線來看 就看今晚的公佈 如果真的達成協議 最重要就是看 是否會撤銷這個下個禮拜的加關稅那件事情 好了 今日人民幣都已經率先炒升了 去到7.1 現在美元兌人民幣很像一個頭肩頂 假設如果真的簽了之後 人民幣會升的話 出現了頭肩頂形態 頭肩頂形態大家知道 美元會跌人民幣會升的 你看到近日 這個美匯指數都開始軟軟的 有些跌的跡象 短期那一條 常升軌跌穿了 中期那一條 就看看會不會 簽完之後 會不會美元都會跌穿了 另一方面 由於避險情緒 現在就減低了 所以債息 就有些升上去 因為資金由債券流出來 去到那些風險資產 好像股票那裡 所以你看看有沒有機會 會成為一個雙底的走勢 我都說過 近期美國十年期債息 和恆辛指數的走勢都很相似 恆指好像一個雙底形態 美國十年期債息 目前也很相似一個雙底形態 大家當然這些債息 都是要升穿頸線 才是為得作準的 好了 關鍵 如果真的會 協議 星期一 看看美元對人民幣 是否會正式跌穿 7.1%這個心理關口 如果是的話 相信會對港股是有利的 因此有機會 如果真的簽到 就會上市去試衝一下 這個雙底項線 這個多少呢 是9月13日的高位 27,360點左右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